可 海洋軍官洩密 近海加入共產黨 國軍再報共聯案 退與海軍尚未飛彈指導官前經過 四年前到印尼巴利島旅遊 僅有一名盧姓前尚未安排認識中國情報部人員 再接受多次旅遊 招待後被中共吸收 再利用人脈多次邀請其他海軍軍官及家眷旅遊 前年8月已加入共產黨的他 還倉勇其他軍官入共產黨 海軍大紀海洋局政戰中宵處長張芷欣 也在他的牽線下2010年以現役軍人身份入檔 開設牛排練的前經國前年已向昔日同胞海軍艦隊指揮附上 為李登輝刺探軍情 李登輝將返海盜的禁陽專案資料拿給他 並口頭告知船隻種類 民國部級港口及艦隊出發時間等資訊 前經國返家後再以電話回報中國 去年軍檢接或檢舉指張指星等人 洩漏台灣海域水文資料及潛艦海圖等共軍 搜索後發現不但有前經國及共軍的合照 電腦裡也有飛彈軍機等資料 懷疑軍事機密早已洩漏 而張指星只提供中共海軍重要幹部名冊 並獲得金錢報仇 李登輝洩密單位收取金錢 由於張指星李登輝案發時為現役軍人 依法由軍事檢查署偵辦 前經國則應已退役由高雄地檢署偵辦 日檢將三人一洩密 受賄等罪起訴 並走法院繼續積壓 而前經國怂有其他軍官加入共產黨 涉犯國家安全法則令案偵辦 動新聞綜合報導